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,一辆树立着小金人的马车来到了这里。 小汽车停下后,司机赶忙打开车门,一个漂亮的女娃娃从里面走了下来。 此女正是陆家千金,陆金燕。 原来她受邀来到了一家高档酒吧。 刚刚进屋,就有一人开始给陆金燕招手示意,是一个穿黄衣服的男人。 而陆金燕走过的地方,所有的男人无不开始议论,这到底是哪来的极品女佣? 陆金燕身旁的黄衣男人正是她的好友,陈凯。 陈凯询问陆金燕为何来得这么晚? 陆金燕表示,自己刚刚从门口看到了一对分手的情侣,多看了一会儿。 说话间,陆金燕才意识到,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,正是刚刚分手吵架的那个渣男。 男人的五官引起了陆金燕的注意,没想到男人竟然长得如此俊俏,简直就是极品。 禁欲又感性,欲据还迎的味儿很浓嘛,难怪有妹子为她哭。 随即她便开始询问陈凯,左边第一个男人是谁,自己怎么没见过? 陈凯开心地告诉陆金燕,这人不是别人,正是自己的表哥,场面瞬间有些尴尬。 然而,有着夜店女王之称的陆金燕,看到如此极品又怎会轻易放过。 她开始搭讪男人称自己手机没信号了,想要借用一下她的手机热点。 男人也没有吝啬,而是告诉她热点正是陆金燕的生生日。 这一操作直接给陆金燕整不讳了,好家伙,她怎么知道我生日,还真是个顶配渣男。 讲述完后,男人就转头走开了,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,完全没有把陆金燕放在眼里。 男人走后,陆金燕赶忙询问陈凯,她这个高冷的表哥叫什么? 喝得米尔巴登的陈凯笑着回应陆金燕,她叫盛县,盛世的盛,羡慕的县。 几人完了几个小时后都准备离开了,陆金燕也坐上了自己的小马车。 咱说,外面下着雨,你这小马车是没有窗户吗?还是不怕灵。 打开车窗的陆金燕,正巧看到了撑着雨伞走在路上的盛县。 他告诉司机让他在盛县旁边停一下,并询问盛县需不需要在他一程。 高冷的盛县简单地回应他。 谢谢,不必了。 还真是少有人会拒绝陆金燕的邀请。 他调侃盛盛县,你不会不敢上我的车吧? 你一个大男人还怕我把你吃了不成。 说完后,盛县没有搭理他,场面一度变得很尴尬,还真是一套虎狼之词。 两人对视几秒后,盛县头都不回地转身独自离开了。 陆金燕有些小生气,都拿自己生日当手机热点了。 还装什么高冷,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? 本小姐早晚要你哭。 思考过后,陆金燕就拿起手机给陈凯打电话。 而陈凯的所有行程。 第二天,陆金燕就在一家高档餐厅内找到了盛县的踪迹。 他在其身旁走过,故意蹭掉了盛县放在桌子上的手机,开始搭讪他。 陆金燕捡起手机后,还给他便表示,要求盛县感谢他。 突如其来地凑上来,盛县下意识地往一旁挪动身体。 陆金燕见状开始调侃他,怎么着也得请自己吃个饭吧。 说着指了指旁边的手机表示,今天自己不是很饿,不如留个联系方式改天约。 盛县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电脑轻声说道,你想吃什么? 陆金燕听后顺着说了下去。 对面那家法式餐厅挺浪漫的。 刚说完,盛县直接从兜里几张钞票摆在了他面前,并告诉陆金燕这就是请他的饭。 好家伙直接给陆金燕整不会了。 陆金燕的内心有些生气,看不起谁啊? 自己是缺一顿饭钱的人吗? 就在他还在思考时,盛县和尚电脑站了起来,想要离开。 临走前盛县还不忘告诉他,自己多给了两张,那是你的打车费。 一句话彻底惹怒了陆金燕。 活了24年,对付渣男从未失手。 今天居然被人用几张钞票给打发了? 不行,要真连个男人都搞不定。 我这些年岂不白混了。 气愤的陆金燕掏出手机,开始给陈凯打电话,告诉陈凯自己找他表哥有事,让他把手机号发来。 听到陆金燕的吼叫,陈凯有些慌,他表示自己如果把手机号给了你,表哥会杀了他的。 听到这话陆金燕更气了,直接大吼,那你告诉我他的工作地址总行了吧。 画面一转来到了T市的一所大学,这也就是盛县工作的地方。 其中的一间教室里坐满的学生全都在议论。 天呐,这间教室怎么这么多人? 都快挤不下了。 学妹,你是新生吧? 盛教授的课一向是座无虚席的。 快看,快看,教授来了。 盛教授? 盛县教授吗? 我在网上看过他的帖子A,据说他是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,人长得特别帅。 教学风格也很nice。 下课后盛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发现自己桌子上多了一个包裹。 他询问身旁的同事是不是他的,同事表示不是自己的。 得到回应后,盛县打开手机联系外卖员询问情况。 然而,信息刚发出,就得到了外卖员的回应。 没有送错,的确是给他的。 就在这时,外卖员发来了两条短信,请您喝咖啡是假的,骗您电话号码才是真的。 哥哥。 身旁的同事看盛县无动于衷便说道。 教授,没人认领的话我就不客气了。 而盛县看着手机回应他,这的确是自己的咖啡,是一个小学生送的。 几天后早上八点,在一座写字楼里,人们纷纷议论,老板来得好早啊,比我们这些打工人还勤奋。 不然,你以为,他怎么把emotion,打造成业内第一社交网站的。 人美,能力强,对待下属还大方,真是神仙老板啊。 没错,这个神仙老板就是陆京燕,可他今天也开始发愁了。 因为在那天之后,盛县再也回应对他做出过回应。 没过一会儿陈凯打来电话。 陈凯表示附近新开了一家粵菜馆,中午要不要一起约个饭。 就这样,陈凯带着小女友,还有陆京燕,一起去约饭了。 然而就在他经过一家餐厅时,陆京燕透过玻璃,看到了里面正坐着两个人。 这对男女并非别人,正是圣仙和女孩伯木。 看到伯木后,陆京燕有些生气。 这女人上高中那会儿拼命巴结我,想当我闺蜜。 不过后来,原形毕露,现在在娱乐圈挤破头了,也还是十八线胡咖。 要不是跟emotion有业务往来,我早就把她踹出巴厘地远了。 但圣仙居然约她吃饭,她俩怎么认识的? 随即她便转身告诉陈凯。 陈凯,你你们先去吃饭吧,我有点事。 陆京燕气冲冲地走进了这家餐厅,就在她想要开门时遭到了服务员的阻挪。 陆京燕那听这个,直接打开门冲了进去。 哥哥,一周不见,想我吗? 看到这一幕的伯木似乎有些就惊讶。 陆京燕?你怎么在这里? 陆京燕强势地表示,你这几天不回我消息,原来是忙着和别的女人约会。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,我挺适合我们三个人交流感情的。 搞得伯木有些无语。 圣律师,你们什么情况? 圣仙表示自己根本不熟。 圣仙刚说完,陆京燕就拿起圣仙的水杯直接喝了起来。 喝完后便表示,我们两个确实不熟,不熟地间接接吻对象而已。 然而,圣仙可领会她的话,打开门告诉她。 自己在工作,不是约会。 尴尬的陆京燕厚着脸皮自己把门关上了,表示自己等你工作完为止。 就这样陆京燕坐在地毯上等待,但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。 睡梦中,她梦到了自己曾经的痛苦记忆。 有钱,成绩好又怎样,爸妈还不是被她咳死了。 痛苦的陆京燕大吼一声,从睡梦中醒了过来。 醒来后的陆京燕流着眼泪。 听到吼叫的圣仙打开门查看她的情况。 见到圣仙后,刚刚还面洒泪水的陆京燕,瞬间调整情绪跑了上来。 哥哥,你终于出来了。 我今天没开车,你送我回去吧。 就这样,陆京燕顺利地搭上了圣仙的车,临走前还不忘对伯木得意嘲讽。 伯木见后很是无语,陆京燕到底在得意什么。 回去途中,陆京燕在车里疯狂地对她搭话。 圣仙虽然嘴上没有回应,但是内心里也在思考。 之前怎么没发现她属于低眼经验,之后越来越耐看的类型。 见圣仙不搭理她,陆京燕凑了上去,开始调戏她。 就这样,陆京燕成功地把自己从车上坐了下来,嘴里还不断嘟囔着。 结果假正经还是经不起疗吗? 不过好的是,这一次她如意地拿到了圣仙的威信。 很快她便询问圣仙吗? 说吧,我们是走个流程,还是直接在一起。 听到这个语音后的圣仙小脑都要萎缩了,一脸的尴尬。 一直到次日下午,陆京燕都在不停地看着自己的手机。 因为她给圣仙发出所有消息,全都是以读不回。 生气的陆京燕对着手机大喊。 坐坐,假清高,装矜持。 摆一旁的下属都搞不会了。 她开始告诉下属,你帮我办件事三分钟,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课表。 就这样,陆京燕依靠超能力,顺利地拿到了圣仙的课程表。 随即便来到了圣仙所在的大学,可正巧碰到了伯木和圣仙两人在一起。 圣律师,我的合同你为什么安排给别人处理了? 程律师在经济合约方面很专业,也经手过很多类似的案子。 对你来说,比我更合适。 只是因为这个吗? 那昨天陆京燕突然闯进来,说你和他。 还没等伯木说完,陆京燕就打断了他。 没别的事,我就先走了。 可还没等他走两步伯木,就开始大喊。 圣律师! 我和陆京燕同学多年,他这种人我最了解了。 口口声声说喜欢你,其实只是把你当货架上的商品。 看上了旧药,根本不管你的想法。 在他眼里,你跟他以前交往过的那些男人一样,都只是他的玩具而已。 谁知圣仙对他的大吼大叫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而一旁看笑话的陆京燕调侃道。 这么多年过去,你背后说人坏话的毛病给没变了。 什么时候才能像我这样不虚伪,想骂人当面吗? 绿茶,胡咔,乱嚼舌根,阴阳人。 陆京燕直接对到了他的脸上。 总之,圣仙是我看上的人,奉劝你一句。 别抢,别碰,别乱说话,懂。 伯木也不甘示弱。 陆京燕,你以为那些男人看上了你什么? 除了这张脸和不错的绅士,你不会以为有人会真心喜欢你吧? 以前上学的时候,班上同学都讨厌你。 就连你爸妈,你身边的人都没一个真正在乎你。 圣仙就更不可能了。 正所谓,打人不打脸,接人不接短。 陆京燕很是生气,转过身一把抓住他。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替以前? 以前的你,不过是一条为了讨好我。 在面前咬尾巴的狗。 怎么? 现在做了一人,就觉得自己可以乱废了。 我陆京燕怎么样,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 离开后的圣仙来到了学校的餐厅,打了一份饭开始吃。 可这时的陆京燕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。 哥哥,我想吃和你一样的饭,可是我没有饭卡。 陆京燕有些无语。 好不容易在食堂找到他,他居然一个人在发呆。 该不会是在想伯木说的那些话吧。 为了缓解尴尬,陆京燕站起身询问路过的同学。 小哥哥,可以借你的饭卡买份跟他一模一样的饭吗? 哈哈哈哈,就这样。 陆京燕顺利地拿到了圣仙同款午餐。 几分钟过后,圣仙没吃几口便站起身想要走。 陆京燕拦下了他。 他告诉圣仙, 我这人一向随性,有些针对我人格的疯言疯语。 你不要轻信啊。 这一次陆京燕终于得到了圣仙的回应。 他表示自己只相信亲眼看到的。 听到这话后,陆京燕的心里乐开了花。 果然,我看上的男人才不会信伯木的鬼话。 对了,哥哥,上次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? 我们是走个流程还是直接在一起? 我比较喜欢真直接在一起,你不反对吧? 哈哈哈哈,圣仙都要尴尬死了。 真后悔,早知道就赶紧走了。 到了晚上,圣仙独自来到了男生宿舍,找到那位同学。 他从兜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表示,这是陆京燕环的。 同学表示不用了,也没多少钱,圣仙还是塞给了他。 临走前,学生询问圣仙。 老师,那个小姐姐是你朋友吧? 听到学生的话后,圣仙转过身询问他有什么事? 老师,你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? 大家有缘相识一场。 终于,圣仙傲娇了一次, 明明自己的手机还在来消息,嘴上却告诉学生,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 一周后的周日下午,陆京燕躺在家里的床上,正在睡美容觉。 可他再次做起了噩梦。 昨天我生日,爸妈买了好多礼物,这还带我吃大餐了。 好羡慕,你爸妈对你真好。 快一上午了,妈妈怎么还没回我消息,是有事在忙吗?原来这是在学生时期,那会儿他肚子痛想要妈妈来接他,可妈妈却在开会,让他找管家阿姨。 这件事后,没过多久,他便得到了父母双双遇难的消息。 伤心的陆京燕从睡梦中吓醒了,直接坐了起来。 坐起来后的陆京燕抱着头苦笑着。 呵呵,不就是一个人吗?我才不会在意。 到了晚上,陆京燕独自一人穿着睡衣来到了公园的椅子上,抽起来烟。 三个小混混见后走了过来。 哟,小妹妹一个人啊,哥几个带你去玩啊? 陆京燕调侃几人,几个歪瓜裂枣也想跟我玩。 你们配吗?几人争论的这一幕,正巧被身后乘坐出租车的盛县看到。 他开始着急大喊。 师傅,不去大学了,就在这里靠边停一下。 小黄毛表示,小妹妹别以貌取人,哥几个那方面厉害着呢。 刚刚说完,突然一个大手把黄毛给拽到了一边。 本来还嚣张的三人转过身抬头看去。 好家伙,没想到盛县竟然有一米八七。 是我报警,还是你们自己打车去警察局? 实施物质为俊杰,三人健壮屁都不敢放一个,直接开溜。 混混走后,盛县询问陆京燕。 你在这里做什么? 陆京燕声音模糊地回应他。 哥哥,我早看他们不爽啊。 本来想揍人的,结果你来了。 你是我今天最意外的收获。 刚说完陆,竟然就趴到了盛县的怀中。 原来再次之前,陆京燕喝了好几瓶啤酒。 就这样,盛县背着陆京燕回到了陆家。 盛县告诉保姆。 他喝多了,他房间在哪儿? 来到房间把陆京燕放下后,他的嘴里还在不断说着不要走。 就在盛县想要给陆京燕盖被子时,陆京燕突然睁开眼睛说道。 哥哥,我终于把你带回家了。 看到这一幕后,盛县才意识到。 他没醉,我被他骗了。 这时保姆端着一碗水走了过来。 小姐,我刚给您泡了点蜂蜜水。 陆京燕却表示,自己不想喝蜂蜜。 您明天早起上班,不喝会很难受的。 那也不喝。 然而这时的盛县,不知何时把蜂蜜水接了过来,并告诉他,喝了,赶紧喝了。 终于,陆京燕又得逞了,那就勉为其难地喝了吧。 喝完后,盛县就转身准备走。 陆京燕大声拦下了他。 鞋都没穿,跑到他的面前,开始疯狂地吸水。 秀过后还告诉他,有没有人跟你说过,你身上好香啊。 像个可靠的大家长,有种特别特别靠谱的气息。 说着,双手不自觉地抱了上去。 这一刻,盛县想起了薄木的话。 别人都说陆家大小姐,骄纵任性,无法无天,只把男人当作玩物。 但为什么? 他三番五次地接近。 我反而,真可笑啊。 我明明是个有病的人。 几天后,便到了陈凯的生日宴会。 陈凯注意到了,坐在椅子上微米不振的陆京燕。 燕宝,你怎么了? 没事,就前两天吹风了,有点小感冒。 感冒了,怎么不说一声? 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。 算了,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 那怎么行,我找人带点要过来吧。 说着,陈凯便开始打电话。 还不是别人,正是表哥圣仙。 表哥,你要过来吗? 方便顺路买点感冒药补,燕宝生病了。 啊,你不过来啊? 那算了,我自己搞个外卖吧。 听到电话那边的回应,陆京燕有些失落。 陆京燕,你到底在期待什么? 就因为他比别人多耗了点耐心在你身上吗? 有些郁闷的陆京燕,在宴会场内巴巴地不停抽烟。 忽然一个身影站在他的面前,拿下来他嘴里的烟,感冒了还抽。 陆京燕看后,很是惊讶。 圣仙,你不是不来吗? 圣仙表示,是陈凯强烈要求自己来的。 听到这话后的陆京燕,立刻转过头,阴阳怪气地说着。 既然你不是来找我的,那我就先走了。 就在他要走时,身后的圣仙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 等一下,陈凯说,你生病了。 是啊,你不怕我传染给你吗? 见陈凯没有回应,陆京燕直接抱了上来。 看来,哥哥是不怕的。 知道我生病,不仅不给我买药,连句叮嘱都没有。 我要惩罚你,被我传染。 羞涩的圣仙小声说道, 骑士自己买了。 你说什么? 哼,骗谁呢? 陈凯让你带药,你都不肯。 你买个锤子。 为人事表,居然满嘴谎话。 说着陆京燕就开始着急了。 圣仙一把抓住他的手。 陆京燕你适可而止。 刚说完,圣仙就表现出了一脸的委屈。 你,你凶我? 我都生病了,你居然还凶我? 你根本没听我说什么吗? 我把药直接寄到你。 回到家后的陆京燕嘴里不停地嘟嚷着。 骗子,大骗子。 然而一旁的保姆询问道, 小姐,你回来了? 你生病怎么不和我说呀? 有人寄了一袋药过来, 收件人写的是你。 吃完药的陆京燕躺在床上思考着,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卖。 他都知道了。 圣仙告诉陈凯不去生日宴会, 但是没有说不给陆京燕卖药, 而且还送到了家里。 陆京燕躺在床上开始后悔。 圣仙那么骄傲的人, 被误会应该挺不爽的吧? 该怎么补偿他才好呢? 把买药的钱转给他。 就在这时, 房间门被咔嚓一声打开了。 陆京燕慌张坐了起来。 圣仙,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? 怎么进我卧室的? 圣仙质问他。 陆京燕我问你, 我怎么为人事表? 满嘴言了。 说着, 圣仙便来到了陆京燕的床边。 是好好解释, 还是好好补偿? 直到这时陆京燕才开始慌。 还有别的选项吗? 明大人不计小人过。 还没等他说完, 圣仙就直接亲了上去。 亲的同事还不忘扒下他的衣服。 突如其来的操作, 吓得陆京燕开始大吼大叫。 圣仙, 你疯了。 挣扎中, 陆京燕终于从梦中醒了过来。 原来这只是个梦,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? 都是圣仙送的要害的。 回过神来的陆京燕开始有些羞涩。 我怎么会做这种乖梦? 不行, 还是得哄哄圣仙。 万一他真生气了呢? 他编辑了各种道歉的话语给圣仙发了过去。 但是过去了五分钟, 却依旧得不到回应。 两个小时候彻底怒了。 救你圣教授架子打。 救你圣教授了不起。 救你圣教授已读不回。 可就在他拴手机的时候, 一不小心按到了视频通话功能, 自己还全然不知。 至于这么生气吗? 不就是被我误会了吗? 你还在梦里欺负我呢? 就在他发牢骚时,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。 我在梦里怎么欺负你了? 怎么不说话了? 好家伙, 打得真是时候, 正赶上圣仙缸洗完澡。 吓得陆京燕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对不起, 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 sorry。 说着便赶忙把电话给挂掉了。 这可把他尴尬坏了。 可刚刚挂完电话, 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。 陆京燕气愤地拿起手机, 而是叔叔。 此人便是陆京燕的叔叔陆红成, 陆氏集团CEO。 京燕, 之前介绍你认识的杨家小公子, 到提示了。 明天你去见一下, 餐厅地址我让秘书发给你。 对了, 杨公子喜欢古典文学和音乐。 你跟他聊的时候, 多提一提, 表现出你也感兴趣。 知道吗? 原来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。 叔叔估计是想要他做家族联姻的棋子。 初中, 父母车会去世后, 我被叔叔收养。 那些年, 他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。 我想要什么, 他都满足我。 但后来我才知道, 叔叔之所以对我好, 是因为从我父母那里, 接手了陆氏全部的股份。 而我, 最多是他用这笔资产博奔的筹码。 很快, 陆京燕便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约见杨公子。 陆小姐, 我对你的条件很满意。 如果我们结婚, 我想要两个孩子, 最好都是男孩。 这个旅脸, 就是杨氏集团公子, 杨旭。 杨旭认为, 不生男孩会被人嘲笑。 我们杨家是体面人家, 和那些小门小户不同。 陆京燕则显得有些不耐烦。 好困, 他怎么这么能逼滑? 就在这时, 陆京燕的手机突然来了一堆微博私信, 不停地响。 是一个陌生男人发来的。 男人表示躲在键盘后面给你发消息, 是一件让人快活的事情。 这么多年过去, 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吗? 提醒你一下, 你后面的废弃修车场。 陆京燕都没有看完, 直接站起身转身要走, 丝毫不估计杨旭的面子。 着急的陆京燕匆忙走出餐厅, 开始回应男人。 男人给他发来一张图片, 上面写着一些恐吓的话语, 并且还写着他的名字。 这时, 叔叔给他打来了电话, 陆京燕想要告诉叔叔自己的遭遇, 却被叔叔无情地打断了。 陆红尘呵斥惊艳, 你怎么回事? 为什么把杨公子丢在餐厅里, 自己走了? 你知不知道杨家在和我们谈一个大项目? 你在外面, 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我们陆家, 平时你任性爱完也就罢了。 但今天是什么情况? 你心里不清楚吗? 我要你现在立刻回去, 向杨公子道歉。 电话挂断后, 陆京燕痛苦地蹲在地上。 他开始哭诉, 陆家, 陆家, 我在陆家到底算什么? 一个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工具吗? 与此同时, 餐厅某包间内, 盛县正在跟别人谈事情。 说话间, 两人走出包间, 盛县正好看到了蹲在地上的陆京燕。 他好奇地走过来询问他, 陆京燕, 你怎么又坐在地上? 陆京燕表示, 我脚崴了, 哥哥, 你是我的GPS吗? 怎么我去哪你去哪呀? 说着陆京燕开始站起身, 但是因为穿高跟鞋的原因, 还真就把脚崴了, 直接摔倒了盛县的怀中。 盛县是干律师的, 当然能看出来, 你脸色不对, 到底怎么了? 被询问的陆京燕赶忙找借口, 想要离开。 哎呀, 本小姐还能怎么? 先走了。 狗血的剧情开始上演了, 刚要转身离开的陆京燕, 正巧碰到了杨旭。 杨旭有些不解。 盛县, 你怎么在这里? 你们是什么关系? 陆京燕则回应他。 杨公子, 我们今天不过初次见面, 我不需要向你报备吧。 听到这么说的杨旭, 直接怒了。 看来圈子里有关你的文不是假的, 你确实是个浪荡的女人。 所以呢? 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, 气得跳脚啊。 让开, 恕不奉陪。 我让你走了吗? 和我去见陆红成。 如此操作, 盛县又怎会做事不管? 直接抓住他的手, 告诉杨旭。 让他离开。 杨公子直接开骂。 盛县, 今天是我跟陆京燕在相亲, 识相点, 快滚。 盛县你撒手。 陆京燕到底让你睡了几次, 你这么护着他。 你一个有妈生没妈养的气子, 给杨家人提鞋都不配。 有其母必有其子, 你跟你那视力眼的妈一样, 不要脸。 刚说完, 陆京燕一拳打了上去, 看这样子应该不轻。 挨了一拳的杨旭开始变得软弱。 陆京燕, 你敢打我? 陆京燕却告诉他, 杨公子, 你打听我之前, 没听说我是个暴脾气。 我不但要打你, 还要踩你, 踹你。 说着便用高跟鞋踩他的脚。 两人协力把杨旭打了一顿, 很是解气。 打完后, 两人一起离开了这里, 盛县嘱咐他, 以后别随便跟人动手了。 陆京燕有些生气, 喂, 我刚才是在替你出气毒, 你怎么反过来教育我? 而且, 明明是你先动手的, 不是吗? 盛教授? 哥哥, 我们好也算并肩作战吧, 不如一起吃个宵夜。 刚才我被杨旭乐乐的饭都没吃成呢, 可盛县根本没有搭理他, 静止走去。 好家伙, 翻脸无情, 一秒扎。 骂完后盛县转过头询问他, 还不走, 不想吃宵夜了。 就这样, 两人来到了陈凯说的那家粤菜馆。 点菜时, 盛县直接把手机递给了陆京燕, 告诉他想吃什么自己点。 然而刚拿到手机后的陆京燕, 一不小心就看到了微信聊天记录。 哥哥我点好菜了, 希望味道和你一样好。 这时,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。 快看! 那桌有个帅哥, 快去要联系方式啊, 一会儿人走了。 陆京燕听到一旁的议论声后开始给盛县发微信。 旁边那桌的妹子, 看上你了。 果然, 很快便来了一个坦胸露乳的黄鹰女人。 那个, 打扰下能不能加个微信? 耿直的盛县边打字边回应他。 我没微信, 过了会儿后陆京燕调侃他。 哥哥, 你刚才可真会演说下话呀。 当着人家小姐姐的面发着微信说没微信。 这就是顶配渣男的自我修养吗? 盛县, 你桃花这么多。 不如老实交代一下, 你跟除了你妈之外的女人睡过吗? 一句话直接给盛县整猛逼了。 其实人家不是渣男。 盛县尴尬地匆忙告诉他。 陆京燕! 你赶紧给我吃饭。 哎呀哥哥, 你悄悄告诉我吗? 睡了没有? 睡过几个? 个位数? 十位数? 该不会是三位数吧? 哈哈, 我开玩笑的, 不逗你了。 感谢哥哥请客, 哥哥拜拜, 我要回去了。 嗯, 到家记得发个消息。 上车后的陆京燕开始了自我安慰。 稳住, 陆京燕! 在男人面前, 谁先露窃谁先输? 回到家后, 盛县的手机便开始了不停地来消息。 其中一条就是陆京燕发的。 他告诉盛县, 哥哥, 我到家了。 可这时手机响起了铃声, 是一名陈女士打来的。 盛县没有接, 陈女士便发来短信。 叙叙去相亲, 你是不是遇到他了? 我知道, 叙叙不是我亲生的, 你跟杨家也没感情, 可他毕竟是你弟弟。 你做哥哥的, 怎能能帮着外人欺负他吗? 盛县苦笑着回应陈女士。 我没有欺负杨絮, 是他自己口出恶言, 三四年不见。 你想问我的, 就只有这些吗? 母亲。 第二天一早, 陆京燕就倒腾了一屋子的衣物。 陆小姐, 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吗? 扔了吧, 要不孙阿姨你挑几件? 剩下的我打算挂二手网卖了。 保姆捡起一个包包说着, 还是崭新的, 小姐怎么舍的? 陆京燕表示, 一点都不可惜。 拜拜, 前男友们的遗产。 然而陆京燕刚刚发布到二手网站, 就有人打来了电话。 是陆京燕的好友宋贤打来的。 保, 你在闲鱼挂一堆东西, 是什么情况? 要搬家了? 陆京燕告诉他, 直接要做慈善。 上万的化妆品说卖就卖, 你那些前人知道了, 不得集体排队去太平洋底, 伤心果然。 陆大小姐鲨鱼不用刀, 让他们心碎就够了。 不过呀, 燕燕, 扔垃圾这种小事, 往常你不都让助理去办吗? 亲自上是几个意思啊? 被问到这句话后, 陆京燕结结巴巴的半天, 没有说出一句话。 宋贤瞬间就明白了, 你不对劲, 我闻到了一股痛歹前非的味道, 说说, 是被哪位活菩萨点花了? 陆京燕回应着, 我昨天和杨家公子相亲, 中途不顺, 遇到了菩萨。 我知道杨旭这人, 所以, 你给人戴绿帽, 然后菩萨救你于水火。 不止, 我们还合伙, 把他捧了一顿。 燕燕, 你这恐怕不是菩萨, 是你想钓的鱼吧? 你俩到底什么情况? 不会是已经牵过手摸过脸, 接过吻, 甚至拳雷打。 我丢, 这个宋贤看来,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。 你瞎说什么呢? 本小姐怎么可能是鱼? 她呈现几斤几两, 我能不知道吗? 身材没得说, 负和胸肌都是黄金比例, 而且, 她的尺寸, 到了晚上, 一个高档的酒店里。 这次晚宴的嘉宾好多呀, 个个都是俊男亮你。 那可不, 老板把半个娱乐圈的人都请来了吧, 论起人脉和资源, 谁敢不给咱们你摸什么面子。 怎么没看见老板, 刚才致辞的时候人都还在呀。 此时的陆金燕正在被电话那边数落。 金燕, 就算杨公子在屋里, 你也不能动手打人。 这传出去, 陆家的生意还做不做了。 最近把手里的工作先放放, 我跟他约了明天的范妮, 当面跟他道歉。 陆金燕嘴上答应了下来, 可内心里已经开骂了。 电话挂掉后, 陆金燕再次收到了微博私信。 陆金燕, 你现在看起来还真不错。 你说你以前的那些事被人知道的话, 他们还会尽得喊你一声陆总吗? 陆金燕编辑了一段信息发了过去。 你到底是谁? 有本事你出来当面对质。 可刚发完消息, 身后就传来了叮咚一声。 随即赶忙转身看去, 不是别人, 正是伯木。 刚才他手机响了。 思考过后, 陆金燕直接冲着伯木扑了上去。 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质问他。 好玩吗? 我TM问你好玩吗? 玩够了没有。 这一举动把伯木吓了一跳。 陆金燕你发什么疯? 我招你惹你了。 陆金燕一把抢过他的手机。 你看我不爽可以来冥蒂。 背地里玩这些音的把戏, 很有意思。 陆金燕你吃错药了吧? 脑子有坑就去看医生, 别动不动就耍大小姐脾气。 正处在气头上的陆金燕那还听得到他的解释, 直接把他摔在了地上。 我早就想跟你算账了。 当年你背后恶心我的那些事, 我没跟你计较你就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? 这么多年了, 你还敢踩在我头上啊? 就在这时, 一声呵斥传来, 陆金燕, 住手。 正是圣仙。 气头上的陆金燕大叫着。 你什么意思? 要护着他吗? 伯木也开始变得委屈。 圣律师, 救命这个疯女人打我。 没事了, 伯小姐。 你看他哭就觉得他可怜, 所以觉得他是对的是不是? 圣仙回应陆金燕。 你先冷静一会儿。 伯小姐, 跟我来。 陆金燕见状, 大声呵斥他。 圣仙, 做我陆金燕的朋友, 就要站在我这一边。 你今天要是走了, 今后就别出现在我面前。 听到争吵的陈凯走了过来, 刚好看到了这一幕。 圣仙更是直接告诉陈凯, 你带陆金燕回房间休息, 别让他出来。 给陈凯都整无语了, 惹不起。 你们两尊大佛, 我都惹不起。 即便如此, 陈凯也只好去劝解陆金燕。 圣律师, 刚才不是我招惹的陆金燕, 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冲上来把我推倒。 害得我腿都磕破了。 我们以前上学时是闹了点矛盾, 但那不是我的问题, 都是他自己。 还没等伯木说完, 圣仙就直接打断了他。 撕了八, 刚才他动手推你的事, 撕了八, 赔偿金我赴你。 伯木明白后很是生气, 原来你护着我, 是为了让他有机会脱身。 就算是私了, 那也是我和他的事, 你为什么为他出头? 从现在起, 我就是陆金燕的律师, 有什么事, 你可以直接和我谈。 直到听他这么说, 伯木很是不解。 圣仙, 你为什么要帮陆金燕? 你难道真的喜欢上他了? 而这边, 陆金燕则开始了抱怨。 气死我了。 陈凯, 你表哥是不是眼瞎? 我没那个茶医大师漂亮吗? 没他身材好吗? 圣仙就一大血加醋的渣男, 审美还烂, 伯木不就是会哭吗? 给我几瓶眼药水, 我也能哭。 我觉得, 你表哥那双眼睛可以捐掉了。 说着, 圣仙便来到了两人的房间。 哦, 对不起, 瞎了的眼, 捐掉也没人要。 算了, 他爱帮谁帮谁去, 反正我就偏抛的一女的。 看到身后的陈凯不做回应, 陆金燕转头看去, 原来圣仙正站在身后。 正在气头上的陆金燕开始大喊, 你过来做什么? 圣仙随手丢出一个手提袋表示, 我给你送眼药水。 这一操作, 把一旁观战的陈凯给逗笑了。 陆金燕则呵斥他不准笑。 圣仙转身告诉陈凯, 陈凯, 你小姨让你晚上过去一趟。 啊, 昨晚不是刚见过吗? 怎么今天还要见? 奇怪, 表哥不是从不回小姨和姨父家吗? 怎么突然跟他们说上话了? 这时, 一旁的陆金燕又开始了白话。 圣律师要是为了伯木过来, 那就请回吧。 反正推都推了, 如果要赔偿什么的, 我把号码给你, 你回头找我公司的法务谈吧。 圣仙没有搭理他, 而是告诉他。 陆金燕别动, 说了, 让你别动, 怎么跟个小孩一样? 喂, 不要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。 你刚帮了伯木, 现在又来哄我。 怎么, 难道你是想脚踏两条船吗? 伤口处理完后, 圣仙坐在椅子上询问他, 为什么跟人打架? 还推别人。 陆金燕一脸不屑地回应他, 还能咋的, 看他不顺眼呗。 以后别打架了, 真要看人不顺眼, 你可以骂回去。 骂人不容易犯法, 打人犯法。 如果实在是想打人, 你可以考虑下, 让对方先动手。 怎么? 这样我可以不用负一点责任了。 比较难, 照你打人的狠劲, 就算是对方先动的手, 估计没人信。 好啊, 都一大圈, 结果就是想嘲讽我。 刚才的, 问题你没答, 是因为我和伯木, 你都不想放我, 对吧? 不好意思哦, 我这个人喜欢吃毒食。 圣仙拿出手机告诉他, 你等一下, 不是护着他, 就是觉得有生意可以做。 刚在楼下帮你把事情摆平了, 我看你现在挺闲的, 麻烦付下款。 我的律师费是按分钟计费, 跟伯小姐谈判了22分钟47秒, 给你按22分钟算, 我又没让你帮我。 你这分明是抢买抢卖。 事情处理完后, 圣仙想要离开, 却被陆金燕直接拦下。 你不许走, 可下意识却告诉他, 草陆金燕你在干嘛? 人你聊到了吗? 就随便动手。 哥哥, 我有话跟你说, 我想进你的鱼塘, 可不可以给个机会啊? 事情结束后, 陆金燕给宋贤打起了电话。 宋贤, 我这回真的遇到对手了。 一个小时前, 陆金燕趴在圣仙胸前说着, 哥哥, 我很好养的。 你只要稍微投点十二, 我就能在你的鱼塘活下去。 养大了, 还会把你整个鱼塘都灭掉的。 讲完后, 圣仙没有做出回应, 直接转身离开了。 陆金燕告诉宋贤, 有时候觉得他是个海王, 有时候又觉得他很纯凉, 反正我是搞不懂他。 瞎, 搞不懂又怎样, 反正你就图他长得帅, 随便玩玩得了。 那不行, 我是有原则的。 我只虐渣男又不是梁家富男。 燕宝啊, 估计这么多可不像你。 我看你百分百栽到陈凯他表哥手里了。 难得呀, 你的梁佩竟是你的克星哈哈。 电话挂断后, 手机来了提示, 你收到来自圣仙的一笔转账。 原来是圣仙把律师费给退还了。 陆金燕回应他, 要钱的是你, 退钱的是你你什么意思? 两分钟后, 圣仙给他回了两个字, 魏鱼。 陆金燕直接被整蒙了。 第二天一早, 陆金燕来到酒店前台, 你好, 我来办退房。 就在这时, 一个女人跑到陆金燕的跟前说道, 这位小姐, 陆金燕一眼便认了出来, 这人正是昨晚碰到的那个被家暴的女人。 我, 我想请你帮我做个证, 我丈夫想跟我离婚, 但我想要我女儿的抚养权。 陆金燕表示自己没兴趣, 直接走开了, 女人赶忙说道, 我知道这么找你帮忙有点冒犯, 但你放心, 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, 我会给你报酬的。 报酬? 钱吗? 不好意思,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 小姐, 求你帮帮忙吧。 女人祈求她的这一幕正好被盛线给看到了。 见陆金燕迟迟不答应, 女人直接跪在了她面前。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, 我不能没有我女儿, 我没有义务帮你, 也不打算帮你。 你在纠缠, 我要叫保安了。 就这样陆金燕直接离开了, 盛线走过来搀扶女人。 孙女士, 刚才怎么回事? 女人回应盛线。 我昨天想起来我丈夫打我的时候, 有个目击证人, 我想请他帮忙, 但他拒绝了。 目击证人, 是刚才进电梯的那位? 是的, 他长得很漂亮了, 我不可能认错人的。 明白后的盛线直接给陆金燕打起了电话。 你还在酒店吗? 在呀, 我在地下停车场。 等我。 盛线来后, 陆金燕便开始调侃。 哥哥, 一晚上没见, 哥哥就这么想我呀。 昨天晚上, 你是不是在酒店顶层看到了一起家暴事件? 你怎么知道? 其中一个是我的当事人。 哦, 这妖巧。 看来我跟哥哥很有缘。 你找我, 就是为了问这个。 孙女士找你帮忙, 做目击证人你拒绝了。 能不能再考虑, 还没等盛线说完。 陆金燕直接回绝了他。 不能。 早在第一次被家暴的时候, 他就应该离婚,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。 他却还是容忍着丈夫的暴力, 与其说他是受害者, 不如说是家暴的纵容者。 这样的人, 不值得我同情。 再说, 我也只是巧经过。 如果我没出现, 他就搜集不了其他证据了吗? 今天天气不错, 哥哥与其操心别人, 不如跟我去都兜风。 盛线上车后, 开始开导陆金燕。 孩子是无辜的, 他才十几岁, 需要妈妈, 而不是有暴力倾向的父亲。 而一个糟糕的家庭, 缺少亲人关爱的环境, 很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。 陆金燕阴阳怪气地说着。 所以呢? 怪只能怪他, 抬头的不好。 再说, 你不是替大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吗? 是吗案子到你手里都能胜诉? 这次想必也可以的。 实在不行, 就按你们律师界说的, 法律不仅是用来遵守的, 还是拿来利用的。 你也可以适当利用一下法律的漏洞。 听到这么说, 盛线开询问他。 陆金燕,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 我以前认识的, 你不是这样的。 两人分开后, 陆金燕找到陈凯询问。 你表哥在酒吧, 用WiFi热点套路我之前, 我和他见过吗? 这我不太清楚。 其实我和我表哥不熟。 他是我小姨夫和前妻的孩子。 我俩之前见面不多。 听到陈凯说的话后, 让他想起了在车上两人的交谈。 你以前认识我, 以你的颜值怎么也得是笑草吧? 我怎么会没印象? 被陆金燕这么问候, 盛线没有回答他。 算了, 就当我没找过你。 上次盛含糊其词, 这次我非得弄清楚不可。 陈凯,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, 他有没有喜欢的人, 白月光那种。 陈凯无奈地表示, 我表哥就是一和尚, 白月光不存在的。 而且, 你说他用WiFi密码套路你。 是那个女神鬼吗? 那是他没事改着玩的。 好家伙, 陈凯的话令他恍然大悟, 难道当初是我误会了? 盛线没想套路我, 也不是所谓的高段位渣男。 这时陈凯站起身说道, 燕燕, 你先坐会儿, 我去趟洗手间。 陈凯刚走, 身后就出现两个男人, 就走了过来。 呦, 那不是陆金燕吗? 杨旭, 你和他快成了吧。 楼上我订了包间, 叫他过来一起玩呗。 然而, 杨旭却表现出了一脸的尴尬。 还能吃了你不成。 老子怕他。 这女人巴结我还来不及呢? 男人走到陆金燕身边说道, 陆金燕, 你坐这儿多没意思, 跟我去楼上玩呗。 杨旭,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啊? 上次教训没吃够。 为了自己的面子, 杨旭小声地要挟他。 我邀请你, 试点你面子。 别忘了, 你们陆家的项目, 还要靠杨家支持。 可是我和你多待一秒都想吐。 怎么, 你付医药费吗? 杨旭直接开骂。 你少犯贱, 否则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陆红成, 到时候有你好果子吃。 两人纠缠的一幕正巧被赶回来的陈凯看到, 而此时的陈凯正在跟盛县打电话。 陈凯跑上去直接推开了杨旭。 放开他。 你TM有病吗? 对我家燕宝拉拉扯扯地干什么? 电话这边也是听到了陈凯的争吵声。 陆金燕也在。 他被欺负了吗? 杨旭直接开骂, 草你马的。 你有种, 希望你以后也这么硬气。 杨旭走后, 陈凯掏出烟给陆金燕。 没事吧? 刚那人什么情况啊? 没什么, 就一疯子。 面对陈凯递来的烟陆金燕回绝了。 烟戒了, 不抽。 我先回去了。 可刚要走, 打开门竟发现盛县来到了这里。 他有些尴尬。 盛县? 他怎么来了? 我要不要打个招呼? 我该说点什么? 还是算了吧? 反正他也没那么想见我。 圣诞节这天, 几人坐在一起开始了聚餐。 来来来, 燕姐, 咱们干一杯啊。 喝呀, 怎么都倒下了。 我这都第三杯了, 你们几个居心不良呢? 还是年轻的身体能折腾, 你们先聊。 我出去透透气。 出来后的陆金燕看向天空, 有些伤心难耐。 他掏出一支烟, 拿到手里刚想要点着时, 才想起已经戒烟了。 两个多月了吧, 圣仙不仅没吃到, 连剑都没见到。 本来想把他删掉, 结果只是取消了置顶联系人。 陆金燕哪, 陆金燕。 就在这时, 一旁传来了争吵声。 你闹够了没? 我有说过, 你是我女朋友吗? 可是那天晚上你, 我怎么? 睡你? 你不也没拒绝吗? 你怎么能这样? 你明明说你喜欢和我在一起, 床上的话你也信, 我跟谁那个都说喜欢, 都喊他宝贝, 那不是纯粹助兴吗? 再说了, 你不也挺享受吗? 觉得自己亏了? 路见不平的陆金燕走过来, 一拳打在了男人的脸上。 五分钟后, 身边来了一辆出租车, 陆金燕直接打开车门说道, 师父, 您来得正好, 麻烦挡我一段路。 来了一段奏的渣男, 开始了破口大骂。 妈的, 打了人还敢跑。 我要报警。 陆金燕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表示, 好人有好报, 我请您喝酒。 谢了。 这时司机转头了, 竟然发现这司机竟然就是圣县, 把陆金燕整尴尬了。 好久不见了, 打个车都能遇到你, 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 啊, 我忽然想起我还有事, 就先。 见陆金燕想要跑, 圣县直接锁住了车门, 十字路口不能停车。 你要去哪儿? 就这样两人来到了酒吧, 圣县告诉陆金燕。 你说, 你刚才在路边等人,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呀? 到挺久了。 那你看到什么了吗? 哈哈哈哈, 就知道你会这么问。 圣县转了转杯子说着, 圣诞节, 街上的内容挺精彩的。 哈哈哈哈, 陆金燕彻底明白了, 你是懂内涵的。 这时陆金燕开始了四处翻找, 原来是烟饮饭了。 圣县见状掏出一个小糖丸表示, 吃这个吧, 甜的, 对戒烟有效。 要实在想抽, 就吃块糖。 他根本不在乎自己, 两人整整两月没有联系, 而这天陆金燕化身正义天使手撕渣男, 恰好遇到圣县, 不仅帮助他逃跑还带他来到酒吧, 当他烟饮饭了的时候还投喂小糖球, 难道你这次又想套路我当目击者证人? 圣县却称当事人已经找到了新证据, 和这意思是用不上我了呗, 可当初那匿名的快递邮盘里的证据就是天台录下的, 而且今天又露剑不平出手相助, 这种事情除了他还能有谁, 但是和当初那个柔弱的小学妹相比, 他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, 才会变得现在这样冷漠傲慢对谁说话都不客气, 陆金燕被他盯得有些不自然, 难不成我的脸上有金子, 然后又搓了搓他胸口, 还是说某人这里在躁动, 剩下老脸一红,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, 上车还贴心地为他系好安全带, 这个男人干脆点不好吗, 紧接着他又掏出红跳票, 说把变相讨好我是不是提醒我付款, 男人一个急刹车, 陆金燕我不要钱, 我其实是在给予喂食, 前段时间天天吵吵着要做人家池塘里的女, 没想到这么久了他还记得, 下一秒又凑上钱询问, 小鱼仔吃饱了吗, 搞得陆金燕脸颊瞬间羞红, 我可不是轻易就能喂饱的, 就在他下车时圣线又叫住了他, 圣诞快乐以及对不起, 听见他的道歉陆金燕脸颊滚烫,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, 谁料这时他又收到那个神秘人的短信,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不会说谎的, 那就是死人, 他平时打架能撂倒一米八七的男人, 可今天却吓得不敢一个人在家睡, 非要拉着倾慕已久的渣男回家, 然后穿上那性感的睡裙在屋里晃来晃去, 因为那个神秘人发短信威胁, 使陆金燕不堪其扰, 惊恐中他冲出家门跑到马路中央, 谁料对面的卡车直奔他开了过来, 这时剩下一把将他拉入怀中, 陆金燕你跑路中间做什么, 他还没有在惊吓中回过神, 我没事儿, 就是家里没电了, 然后谎称自己只是怕黑, 边哭边询问怎么交电费来着, 圣仙一脸不可置信, 拉着他便往家走, 回到家中的灯就被点亮, 陆金燕挤出笑容, 居然又有电了, 可圣仙却警惕地环顾四周, 然后还一副佛心不动的样子, 劝他早点洗漱睡觉, 就他这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由老婆才管, 紧接着圣仙四下张望看屋里是否有异常, 顾一会儿陆金燕换好的睡衣探出头, 见他没有走便直接站在他的面前, 哥哥我洗漱好了, 看着眼前这肤白貌美大长腿, 圣仙害羞地将视线移开, 可陆金燕却缓缓走进客厅, 哥哥怎么不敢看我呢, 见男人没有一点反应便直接冲了上去, 少装了, 你是觉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 而我又只穿了件浴袍所以, 搞得圣仙老脸一红, 下一秒陆金燕便松了松他的衬衫, 我刚只是在被台词别紧张, 圣仙尴尬地称时候不早了该走了, 这时他连忙叫住他, 哥哥, 我害怕一个人, 那你回屋睡, 等你睡着了我再走, 回到屋内十分钟见外面一点动静没有, 于是他便拿起手机挑衅, 哥哥你要是睡不着的话随时来找我, 我洗澡洗得可干净了呢, 谁料男人却直接冲了进来, 将他推倒在床上, 陆金燕你的话太多了, 这个男人光棍三十来年, 第一次到女人家里做客就被堵到被窝里, 谁料却被身后一东西割倒, 拎起来一看差点在被窝里窒息, 因为陆金燕一直挑衅, 圣仙直接破门而入将他的嘴堵住, 刚才话还很多怎么现在没话了, 陆金燕脸颊羞红眼神不敢直视他, 而圣仙的突然起身才让他回过神来,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, 慌乱之中决定先委屈下圣仙, 将他藏在了被窝里, 原来是那个乡亲男带着叔叔找上了门, 见到叔叔他不敢有一丝怠慢, 可圣仙刚躺下就觉得有什么东西搁着, 黑暗中抓出来一看, 差点尴尬到窒息, 他怎么能到处乱放私人物品, 楼下他的叔叔刚进门就黑着一张脸, 多大人了还和小时候一样任性, 我和你杨叔叔是多年好友, 前几次你多次冒犯杨公子, 今天必须跟人家道个歉, 陆金燕听到这话脸都黑了, 可是看在叔叔的面子上他低声说了句对不起, 谁料那个乡亲男却蹬鼻子上脸, 非要让陆金燕跪下磕三个才肯罢休, 听到这话陆金燕火冒三丈, 你先挖个坑把自己埋了, 等你死透了叫你祖宗都可以, 乡亲男起身就要走, 陆叔看来我们今天没必要谈了, 反正他平时玩那么滑, 他爸妈死的早怕布也是提前遭了报, 陆金燕拿起那杯滚烫的水便直接泼了上去, 再多说一句我就烫烂你的嘴, 下一秒叔叔便删了他一巴掌, 没想到就是这个从小对他逆来顺受的叔叔, 今天却为了一个诅咒他父母的人打他, 因为拒绝向乡亲男妥协, 从小疼他爱他的叔叔扇了他一巴掌, 这一幕被躲在屋里的男生看见, 于是他擦干眼泪, 人总会遇到不可控的意外, 好在我脸皮后没什么感觉, 乡亲男走后气氛凝滞, 沉默许久后叔叔开口表示歉意, 还向他保证等拿下阳试项目, 想要什么都会补偿给他, 如果爸爸妈妈还在看到这一幕会真的心疼我吗? 叔叔听见脸都绿了, 这些年真是白仰你了, 这时盛线从卧室走了出来, 看到一连串的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, 盛线本想上前安慰, 入金烟扭头擦掉泪水, 这人嘛, 偶尔也会遇到点不可控的意外, 好在我脸皮后没什么感觉, 下一秒就像没事人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, 好困, 我要回去睡觉了, 盛线叫住了他, 一起喝一杯吧, 随后带他开了最贵的红酒, 盛律师你是准备安慰我吗? 可他却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, 那盛律师我给你讲个笑话了, 叔叔以前说我是他的掌上明珠, 满足我所有的物质生活, 可今天就为了所谓的声音, 在羞辱我父母的垃圾面前给了我一巴掌,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, 他笑得很开心, 说着说着他便趴在了桌子上, 也不知道什么笑话才能让盛律师你笑出来, 也许是你的笑容吧, 可他已经完全听不清男人的话, 然后将头轻轻地靠在男人的肩膀上, 也不知道借用盛律师的肩膀哭收不收费, 随后他便睡了过去, 男人将他拥入怀中, 制作早餐, 他简直美上了天, 而这一幕恰好被赶回来的阿姨看到, 误以为俩人正在交往, 谁料男人却急忙撇清关系,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, 第二天一早陆金燕睡到了自然醒, 回想昨天相亲男事件真是甘大, 这么丢脸的事都让盛县知道了, 不过他昨天的表现还不错, 两人暧昧地举动在脑海中闪过, 陆金燕抓狂, 自己真的魔掌了, 随后他饿着肚子来到厨房寻找食物, 看他阿姨早上都做了什么好吃的, 谁料盛县竟然在自己家的厨房, 他昨晚没走, 男人叮嘱他刷完牙过来吃早饭, 天啊, 我没看错吧, 这是给我的清晨福利吗? 这屁股真的挺翘, 下一秒盛县一声吼, 快去洗漱, 随后来到餐桌就看到这丰盛的早餐, 哥哥, 你今天的早餐和你的腹肌一样完美, 于是他便泛起了花痴, 这世上还有你不会的吗? 男人瞥了他一眼, 有的, 比如让你安静地吃早餐, 见他亲手卷好饼便不客气地伸手就要吃, 可男人看都不看他, 自己有手自己包, 这人怎么回事, 难道他的温柔景线昨天吗? 这时阿姨从外面赶了回来, 见两人一起吃早餐误以为是小姐将男朋友带到家里, 可是陆先生知道吗? 陆经验被这称呼吓到, 男朋友? 还没等他解释, 盛县却说阿姨弄错了,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, 随后起身便要走, 我先走了, 你慢用, 不知道为什么听见这句普通朋友心里有些失落, 他叫住了圣贤, 可想想还是算了, 总不能逼他撤回那句普通朋友, 走出陆家的圣贤神情也有些落寞, 他随后便拿起手机给医院打电话, 我想尝试下你之前说的治疗方案, 他是令多少男人痴迷的霸道女总裁, 不仅拥有精致的五官还有一米八的大长腿, 可他的主动却屡次被这个渣男拒绝, 于是他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, 难道他是该? 陆经验拿起手机联系资深见概达人, 让他不知道的是男人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, 早在学生时代, 他就是学校有名的校草, 从高一开始追求者就从没有见断过, 直到后来追求者多了才让他的病发作, 这天一女孩鼓足勇气向他告白, 可他却当着女孩的面中, 那种堵在胸口烦闷恶心的感觉在告白者面前失了他, 而这一反应让同学觉得他有些不尊重人, 后来传言告白的女生因为不堪同学的闲言碎语而堕落, 圣仙深知不是他的错, 只是自己病了, 这种病就像一个魔状, 所有真心在他面前注定被糟蹋, 也是从那时候起, 但愿喜欢的人永远不要喜欢自己, 圣仙到超市买了啤酒试图让自己清醒, 可陆经验的电话还是打到了家里, 哥哥, 我有一件事一直不理解, 就是最近有个恋爱老朋友和一男的走得很近, 大家都以为他们恋爱了, 毕竟那男的又是搂搂抱抱又是甜言蜜语, 结果那男的却说他们只是普通朋友, 下一秒他便对着电话大喊, 你说那男的是不是该, 圣仙听后无语, 耐心解释他的问题, 那男的不是该, 他也许有自己的顾虑, 难道他的意思是给他一点时间, 想到白天到医院询问治疗方案的过程, 圣仙称他只是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人需要慢慢学习, 你愿意等一等他吗, 因为判定渣男对他有意思, 他几乎一晚没睡, 凌晨五点就致电闺蜜, 被低冷起来的闺蜜生着起床起, 陆经验你有病啊, 他望着窗外的朝阳, 我就是琢磨了一下如何推倒他, 看来还是我弟解明精力旺盛, 上午九点助理汇报惠宇的总裁今天要来谈下个季度合约, 陆经验以为会一直续约便让助理安排餐厅, 可小助理却支支吾吾, 怎么了, 怕说错话扣你钱啊, 原来惠宇总裁受一路懂意思, 只有十分钟时间谈合约, 他们根本不想和Emotion续约了, 我们下个季度的亏损将不可估量, 陆经验没想到叔叔会用这种方式制裁他, 下一秒便让助理案员进化进行, 想要让惠宇续约我是有办法的, 这时家里孙阿姨打来变化寻求帮助, 原来是家里的女儿在学校被造谣偷钱, 现在已经上了他们平台的新闻热搜, 就在陆经验看着自家热搜时, 惠宇总裁已经走了过来, 他立马笑脸相迎, 陈总匆忙地走到他的面前, 开口就要停止这次合作, 下一秒陆经验将准备好的礼物推到他的面前, 我听说您平时热爱收藏, 这幅赵长青大师的水上帘你能不能帮我品鉴下, 听见是自己寻了很久的名画, 他立马拿出放大镜查看真假, 借此机会陆经验便邀他详谈, 一上午的时间过去吧, 陆经验直接拿起手机告知助理拟定合同, 然后傲娇地向助理炫耀业务能力, 小助理一整个崇拜, 有了陆总林这位福星在, 我们李摸顺永远大气不倒, 随后他让助理切记, 没有谁的关系网是铜墙铁壁, 如果是那一定是给的诱惑不够, 这时看见窗外走来两个花季少女, 想着孙阿姨女儿应该也是这个年纪, 既然我是福星为什么不能负责下他人呢, 看着热搜下的谩骂他决定出手帮一帮, 于是便拨通了圣线的电话, 亲爱的圣律师现在给你个选择题, 来见我还是我去找你, 还因为身材太好出来吃个饭就被人盯上, 拿起手机就在隔壁桌开起了直播, 这一幕恰好被朋友看见, 你们几个立马把刚拍的照片删掉, 小混混张嘴便是脏话连天, 殊不知眼前这位正是刚终结十年家暴案, 业界不败神话的圣线教授, 陆金燕走上前劝说, 你们是不是希望替大法学院的圣教授就地谱法, 旁边小弟发现新闻上的照片果然是他, 咱们几个刚从耗子里出来不能乱来啊, 说着便一溜烟地走开生怕吃不了兜着走, 可这小混混都被吓走了他怎么还是闷闷不漏, 圣线上下打量着他, 这穿得也太凉快了吧, 哥哥,我们坐下慢慢谈, 这时男人将外套脱了下来直接帮他把腿盖上, 若是不想的老寒腿就盖上, 人家穿了裸色丝袜不冷啊, 下一秒便眯起双眼, 所以你是怕我被人偷看担心我了, 没想到他一本正经嘴上说要人等, 但其实上到挺快的, 男人又一本正经要他说正事, 是这样, 我家保姆就是孙阿姨的女儿被人网报造谣偷室友的钱, 希望你能出面帮忙解决这件事, 圣线惊讶这是为什么是我去, 难道圣律师是担心我付不起这律师费, 像这种只需要找出证据澄清就好了, 可这世上总有一种天生就会有好人恐惧症, 比如我就是一个重症患者, 然后对着圣线撒娇卖萌, 所以只能拜托哥哥帮忙啊, 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总是要假装冷血, 下一秒路经验直接将孙阿姨的联系方式递了过来, 我也需要时间学习怎样做个好人, 次日下午圣律师按照交代将孙阿姨约到咖啡厅, 孙阿姨带着女儿让她把事情的经过都讲一遍, 谁让女孩进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说便跑出门外, 远处的路惊艳震惊, 这是怎么回事?